第一部分 第一到十五题 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绘本是一种图文配合 尤其强调用图画来讲故事的书 图画是精致的 文字又是异常精简的 将图和文融为一体 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与认知心理 作为一种图文结合的阅读材料 是最适合低龄儿童阅读的 二 润笔原质使用毛笔时 先用水把笔毛泡开 泡软 这样毛笔较容易吸收墨汁 写字时会感觉比较圆润 后来 润笔被泛指为 请人家写文章 写字 作画的报酬 三 画眉鸟是鸟类中最受欢迎的 饲养品种之一 画眉鸟的外观给人感觉很朴素 虽然没有五彩缤纷的羽毛 但有着十分红亮的嗓音 歌声悠扬婉转 非常动听 又能仿效其他鸟类鸣叫 历来被民间饲养为龙养观赏鸟 四 白酒在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 酒香不怕巷子深 说的就是白酒 在密封条件下 微生物无法轻易侵入 且难以繁殖 所以永远不会变质 但这并不意味着白酒存放时间越长越好 普通香型的白酒五年以后 口味会变淡 特色也会削弱 五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们能够更便捷地购买和使用 非处方药及保健品 然而 盲目地使用只会延误病情 甚至产生不良反应 因此 使用前仔细阅读说明书很有必要 六 雾松俗称树挂 是北方冬季可以见到的一种类似双降的自然现象 是一种冰雪美景 雾松是在严寒季节里 由于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 而尚未明滑的水蒸气 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动毡的结果 七 清断食是一种轻松科学的减肥方式 清断食是每周五天正常饮食 两天稍加控制的理念 清断食是以低能量的食物代替正常的三餐 来实现促进肠胃排空 缓解便秘 减轻体重等效果 八 金属玻璃是一种敲不碎杂不烂的材料 它有金属和玻璃的优点 有一定的刚性和韧性 金属玻璃的强度高于玻璃 硬度超过金属 被人们称赞为玻璃之王 九 俗话说春困秋乏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天气越来越热 有些人一整天都昏昏欲睡 由于夏季温度过高 这使人体大量排汗 大量的甲元素会随汗液排出 如果甲元素得不到及时补充 就会导致人们疲劳 精神不振 下打盹 十 数学家张广厚 有一次看到了一篇 关于窥植的论文 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 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 这篇论文共二十多页 她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 因为经常地反复翻摸 洁白的树叶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 她的妻子对她开玩笑说 这哪叫念书啊 简直是吃书 十一 相关统计数字表明 高血压 酒精肝等疾病 呈年轻化的趋势 不少坐办公室 三十来岁的白领 患上了脂肪肝等疾病 现代人应酬多 竞争激烈 工作压力大 处于紧张状态 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因 此外 吸烟 酗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 也容易导致发病 十二 小王迟迟未回家 妻子便打电话问他 你在哪儿 亲爱的 你还记得那家珠宝店吗 你在那儿看中一枚钻戒 我还发誓以后一定会买给你 妻子兴奋地叫道 记得 我就在他隔壁的酒吧 十三 什么样的选择 决定什么样的生活 什么样的投资理念 决定什么样的投资收获 今天的生活 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 而今天我们的抉择 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 投资市场上 我们要摄入最新的信息 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只有学习才是出路 十四 海带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蔬菜 海带中的钙能防止血液酸化 而血液酸化正是导致癌症的因素之一 此外海带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及时地清除肠道内废物和毒素 可以有效地防止直肠癌的发生 因此海带被称为肠胃倾道夫 十五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英雄 岳飞不计个人身家性命的得失 捍卫国家主权 后来一些无耻的大臣勾结外敌 诬陷他造反 将他杀死 老百姓在杭州西湖边 见了岳飞的像 工人瞻仰 迫害他的那几个人的像 跪在他跟前 让人痛骂 第二部分 第十六到三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 第十六到二十题 第十六到二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孔雀舞是我国歹族民间舞中最富盛名的传统表演性舞蹈 在歹族人民心目中 圣鸟孔雀是幸福吉祥的象征 对你来说 孔雀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吗 在民间跳孔雀舞的都是男的 本来孔雀也是雄性最好看 会开屏 但在舞台上 女的跳才好看 孔雀开屏是为了示爱求偶 后来就化成爱的象征 孔雀对我来讲 不但是爱情更是一种美学 它特别适合用手来表现 是舞蹈的最佳题材 您最喜欢哪一种少数民族舞蹈 歹族 我大部分的独舞都是歹族的 但是云南印象不同 有很多不同民族的歌舞 演员也来自云南不同村寨 您的云南印象成长七年了 在这个过程里 作品本身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您在节目里有独舞表演 身体感觉和七年前比有变化吗 作品的变化一定是有的 观众看不出来 自己也是看录像 才看到一些小的变化 但总的来说在进步 我的身体状态一直都差不多 都在保持 您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推广和保存少数民族舞蹈 您觉得这件事的价值在哪里 这些歌舞都是文化历史 我叫它原生泰歌舞集 就是歌舞都来自原本的 来自人对大自然的观察和信仰 来自对生命的认知 所有舞蹈都跟生命和情感有关 都不是简单的形式 您觉得能为少数民族歌舞保留多少呢? 其实保留不了多少 因为太多了 都是多少年代智慧累积下来的 我只能尽量保护少数民族文化 在台上保留几个精华 几滴水 但是没有办法保留大海 我的能力只能做到这样 16.对于孔雀 女的有什么看法? 17.关于云南映像可以知道什么? 18.女的怎么看待少数民族舞蹈? 19.女的说 没有办法保留多少是什么意思? 19.女的说 19.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19.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在您的眼中 对奋斗和进取的理解是怎样的? 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 最喜欢一本书里就有这么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在寻求快乐 但是到底什么是快乐呢? 快乐就是创造 只有创造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 我一直记得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进取就是你不断去创造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不仅仅是你喜欢的 也是能够让其他人受益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进取精神了 您在这些年里做出的成绩 真的令我们非常佩服 在您创业的过程中 您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 应该怎样面对挑战和挫折? 我觉得通常人们都认为 女性会比较稳妥 她们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不是特别大 但是只要你创业肯定有失败 我的一个心得就是 你不能因为怕失败就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鼓励自己说 宁可在创新中失败 也不在保守中成功 就是我们要足够勇敢地去面对和承担 对 特别是我觉得 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有勇气去尝试 哪怕是犯错误 哪怕是跌跟头 您对成功人生的定义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只要按照自己想过的方式去生活 就是成功 而不是千人一面地寻求某一种成功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对成功的定义太狭窄了 我认为只要一个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 就是成功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是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说实话 如果你不是打内心里喜欢做一件事情 你很难做得好 在您的心目中 理想的女性应该是怎样的呢? 我觉得没有理想的女性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都可以做最精彩的自己 千万不要做别人 不要拷贝别人 模仿别人 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就做自己 做更精彩的自己 把你的潜能都调动起来 21 女的认为进取的精神是什么? 22 女的创业的心得是什么? 23 女的认为年轻时应该怎么样? 24 女的觉得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成功的人生? 25 女的认为 理想的女性是怎样的? 第26到30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 您不是专业出身的收藏者 却成为百家讲坛的 一位明星主讲人 那么您怎么走上 收藏之路的呢? 一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对文物收藏感兴趣了? 我从小就对旧东西感兴趣 对新东西不感兴趣 我记得小的时候 学校带着我们去看博物馆 当时我觉得 弄清历史的成因 是特别重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初 我那时候刚到工厂 从地摊上买过几块钱的东西 当时就花几块钱 也挺高兴的 您在百家讲坛 讲文物收藏 被大众认可 这个电视节目 造就了很多文化名人 您当初是怎么跟他合作的? 主要还是朋友推荐的 上百家讲坛的很多人 都是大学教授 您觉得自己跟他们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 没有框框 表述起来没有谁约束我 您曾说 如果鱼丹算鸡汤的话 您就是方便面 这有什么不一样? 鱼丹讲论语 正好是社会上很多人 心灵需要慰藉的时候 就像心灵鸡汤一样 喝一口心里很温暖 我说我是方便面 是说特别实际 对于收藏者而言 我是一袋干粮 比较实用 我自认为 我说的这些 对于每个收藏者来说 都是必听的 这些东西 都是我摸索出来的 明白人能听出方法来 一般人就听一个故事 听一听就行了 能听多少 听多少 但是不可不听 也不可能白听 听了一定有用 只要你听了之后喜欢 别说喜欢收藏 我觉得光是喜欢文化 就够了 您觉得学术性的东西 通过电视大众化 是好事吗 从民族文化贯穿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是好事 知道的人越多 这个东西 延续的可能性越大 知道的人越少 就越难延续 最后可能就消亡了 我们很多文化都消亡了 就是因为知道的人太少 不知道他 也就不能去感受他 26.关于百家讲坛这个节目 可以知道什么 27.男的觉得自己与大学教授相比 有什么优势 28.男的怎么评价自己讲的内容 29.对通过电视 将学术性的东西大众化 男的怎么看 30.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 第三部分 第31到50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31到33题 第31到33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家有三台电视机 一个是爸爸的 一个是哥哥的 还有一个是我的 我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卡通 一吃完饭就开始看 可以一直看到上床 一听到四五岁的孩子这样说 有些妈妈马上就会斥责孩子 是在撒谎 其实孩子根本不明白 撒谎这个概念 那么有三个电视机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话不能单从表面意思去理解 更重要的是 正确理解它的真正含义 讲这句话的孩子 当时的心情就是希望 如果我家能有三台电视机 该有多好呀 我就能天天看卡通片了 他把这个愿望和空想 联系在了一起 孩子的大部分谎言 来自想象、愿望、游戏和无知 偶尔有出于辩解 或引人注意的目的 但无论哪一种 都不属于真正的谎言 孩子的心理结构 往往是主观与客观融合不分的 这种现象称为主客观 未分化心理 是孩子心理的一个特征 我们应该认清 隐藏在谎话背后的孩子心理 采取与其心理状态相符的办法来解决 31. 有的妈妈怎么看待那个孩子的话 32. 孩子有什么样的心理特征 33. 孩子说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第34到36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孙子兵法 又称孙武兵法 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 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其内容博大精深 逻辑缜密严谨 作者为春秋时期的吴国将军孙武 当时各国为了争夺霸主之位 不断发动战争 社会动荡不安 接连不断的战争 促使孙武去思考并总结战争的规律 经过长期努力 他终于完成了兵书的写作 孙武将兵书献给了吴王 吴王任命他为大将 让他训练吴国军队 孙武练兵认真 纪律严明 使吴国逐渐成为了当时的军事强国 《孙子兵法》现存13篇 全书仅5000多字 虽然篇幅不长 但其所包含的军事思想 却异常丰富和深刻 孙武在书中全面论述了 他对战争的看法 他强调 在战争中要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即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调查清楚 此外还要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并且集中优势兵力 攻打敌人等 但同时 孙武也特别强调 不到危急时刻 不要发动战争 因为战争会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 孙子兵法已被译为 英法、日德、俄等多种文字 虽然这本书讲的是战争规律 但对其他行业 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因此 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34 孙武写孙子兵法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35 关于孙武下列哪项正确 36 关于孙子兵法 下列哪项正确 第37到39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生活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 完全凭借我们的大脑 去记忆当时的故事 感受 是不可能的 这时 写日记就很重要 它对于记录我们的日常 是很有帮助的 写日记 能增强人的自尊心 让人变得更自信 甚至可以减轻 社交生活中的焦虑感 研究人员指出 日记或类似的写作 是一种非常好的情绪表达 及释放手段 写日记时 人们可以进入一种 完全放松自然的状态 更加真实地体验自己的内心情感 从而正确认识和评估自己 对自己进行肯定 增加自信心 写日记能让人思考生活与人生 也许日后翻阅以前的日记 我们会觉得 当初的做法 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让我们学会自我反省 而且不断地完善自己 各方面的不足之处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对情绪和生活进行梳理 从而缓解紧张和焦虑感 无论是传统的书面日记 还是博客等电子日记 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尽管如此 写日记也有负面影响 如果是私密日记 有可能被别人看到 侵犯自己的隐私权 所以写日记要慎重 37 根据这段话 写日记有什么好处? 38 写日记时人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39 写日记有什么负面影响 第40到43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德国一位心理学家 做了一个著名的电梯实验 他让一名学生扮演患者 乘坐电梯 当电梯里只有患者和一名同乘者时 患者晕倒后 那个人通常会立即上前失救 当电梯里有两名同乘者时 晕倒的患者 仍能得到很好的救助 通常是一人负责安抚 另一人打电话向医疗机构求助 当同乘者增加到4人时 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尽管患者仍处于危险之中 有人却借故离开 当电梯里的人更多时 选择离开的人就更多了 实验结束后 心理学家追问那些人为什么离开 他们的回答大同小异 不是有人在施救吗? 我没必要待在那里 有那么多人在现场 即使我离开 也会有人出手相助 这并不完全与旁观者的品德有关 有很多人在场时 人们很容易产生依赖和从众心理 将责任留给别人 跟随其他人一起离开 自身的内疚感和自责感 会在无形中减弱 因此培养善良正义的行为 仅仅靠道德反省是不够的 还需构建一种积极强大的心理力量 不让依赖、从众、害羞、侥幸等负面心理 打败自己的良心 40. 有两名同乘者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41. 当同乘者增加到四人时 有什么变化? 42. 根据这个实验 大些人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43. 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 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在地球诞生之初 地球跟其他星球一样 是一个荒芜的星球 没有任何生命 随着地球一步步变化 地球上产生了水蒸气 水蒸气又降落在地球表面的坑洼之处 就形成了原始海洋 正是这些原始海洋 成为了生命的摇篮 生命在海洋里诞生 绝不是偶然的 海洋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使它成为孕育生命的原始摇篮 我们知道 水是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动物机体组织的含水量 在80%以上 而一些海洋生物的含水量 高达95% 水是新陈代谢的重要媒介 没有它 体内一系列的生理和生物化学反应 就无法进行 生命也就会结束 因此 动物缺水 要比缺食物更加危险 水对今天的生命是如此重要 它对脆弱的原始生命 更是举足轻重 生命在海洋里诞生 就不会有缺水之忧 水是一种良好的溶剂 海洋中含有许多生命 所必须的无机岩 如绿化钠等 原始生命可以毫不费力地 从中吸取它所需要的元素 水具有很高的热容量 加之海洋浩大 任凭夏季烈日曝晒 冬季寒风扫荡 它的温度变化却不大 因此巨大的海洋 就像是天然的温香 是孕育原始生命的温床 44.根据这段话 下列哪项正确? 45.为什么说动物缺水 比缺少食物更加危险? 46.关于海洋可以知道什么 47.这段话 主要谈的是什么 第48到50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一位将军被敌军抓了 然后和一位士兵逃跑了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发现了一个生锈的小锅 将军就让士兵把它拾起来 不料士兵懒得弯腰 就假装没听见 将军没说什么 自己悄悄弯腰捡起了小锅 经过一座小镇时 将军偷偷地用小锅 从铁匠那儿换了一些钱 又从卖水果的那儿 买了一些苹果 两人继续前进 可再也看不到乡镇了 看到的全是茫茫的荒野 士兵饿坏了 脸色越来越苍白 这时将军把藏在衣服里的苹果 丢出一个 士兵一见 慌忙捡起来掰开吃 将军边走边丢 士兵也就狼狈地弯了十次腰 将军笑着对他说 你这样真是活该啊 要是你刚才弯一次腰 现在就不会不停地弯腰了 小事不干 将来就会在更小的事情上操劳 48 回去的路上将军做了什么 49 在荒野中 士兵怎么了 50 这段话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听力考试现在结束 在荒野中 你这么为何 在荒野中 cleanse 因为 又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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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